这群人夜夜深刻,无法无天,在韩国掌握极高权力,连总统都不放在眼里,全世界人民都知道,韩国有一个无法逃脱的魔咒,凡是当过总统的人,最后都会落得悲惨下场,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,根源在哪里,看完本期故事,相信你会有所收获。 眼前的一个长相帅气,一身脾气的中学生名将朴泰珠,他生长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子上,父亲是个科蒙拐片的小混混,不务正业,势图成性,也因为他搞白玉将妻子给弃走,没有了母亲的照顾,在混混父亲的训讨下,朴泰珠也无心学习,整日在学校打架斗,成为当时的校爸横行霸道,不出意外的话,他未来也会像他父亲一样,走上混混的道路,又走在法律边缘,可当他放学回家时,眼前的一幕把他给惊带, 父亲因为偷盗被警察逮捕,他抱着一位检察官的腿苦苦哀求,希望能够得到原谅,这一幕让他意识到,学生时期他可能是最厉害的人物,可等多年之后,那些挨揍被欺负的学习分子,才是社会中的真正狠角色,而检察官在韩国是比警察权力还要大的职业,于是他决定奋发图强,势必考察仕途,但他有一个毛病不能安静地学习,越是那种混乱操杂的地方,他学得就很认真,在他不懈努力之下,终于回家, 获得不错的成果,从全班最后一名爬到12名,连老师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直到他一个人考试,才对其表示认可,只夸他是一个可造之才,最终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,考进首尔大学,之后他因为参加游行被拿去当兵,在军营中依旧不忘读书, 他学毕业后,他进入考生宿舍,这里是所有韩国学子想要考试图的地方,其平民的地方只够睡觉,如同蚂蚁窝一般的生活,即便如此,这里有大把大把的人努力奋斗着,而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成为检察官,说到这里不得不介绍下韩国的检察官制度,在韩国,检察官是一个权力非常大的人,还没有以下三星特权是专属的,第一点,垄断的起诉权,第二点,向令警方进行犯罪侦查的司法权,第三点, 面对嫌疑人有紧急逮捕权和释放权,简单来说就是,让警察去查谁他们说了算,让警察抓谁也是他们说了算,起诉谁也是他们说了算,基本上就是想查谁就查谁,想抓谁就能抓谁,上到总统,下到平民老百姓,哪个也跑不了,也正因为权力很大,在韩国人眼中,检察官是个光松要素的职业,假如家里有人当场检察官,更不得请全国人吃饭大肆的炫耀,所以检察官成为人上人的存在, 同时也吸引到很多人报考,朴泰柱经过自己的拼搏之后,如愿以偿考上了检察官,曾经的混混父亲得知之后,带着全村人为他庆祝,带来名誉的同时,桃花运也紧跟而来,大量的媒婆会给这些新人检察官物色喜一份,当第一眼看到名叫上西的女孩子时,他便也知道这辈子非他莫属,俏丽的短发,性感的黑色短裙,驾驶着高级跑车,穿着高跟鞋暴揍流氓大汉,浑身丧下散发着贵族和独特个性气息, 上西也被眼前的帅气小伙所征服,两个人一见如故,很快沦陷在爱情当中,每几个月他们便举办了婚礼,成为有钱人的长龙快婿,又是美女相伴,又是权力的加持,以度让他自认为走上人生巅峰,然而检察官比他想象中要累得多,外表看起来风光亮丽,实则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案件,平常工作十几个小时都处于正常范围, 朴泰柱演出的检察官是正义的化身,帮助社会处理坏人,他的两年工作生涯也确实是这么做的,直到他看到一件猥亵案件,一名少女遭到流氓的暴力侵犯,少女的母亲是个智力有缺陷的残疾人,本应该被关进监狱的流氓,却因为家中有权有势,只花了500万韩元私下达成和解, 为了调查现象,朴泰柱询问了受害少女,为什么要选择和解,少女回答他,流氓有权势,连学校都在袒护包庇他,作为底层的少女只能够忍气吞声,朴泰柱不能容忍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发生,将流氓传唤质问他,以往的罪犯看到检察官都会瑟瑟发抖,但眼前的流氓丝毫不把朴泰柱放在眼里,面对他的嚣张,朴泰柱立马将他拘捕,根据证据可以判流氓十年齐情,不过这件事情远远成出他的想象, 一天,云教东哲的检察官前辈讲到朴泰柱,他们通署一所大学并且互相认识,东哲此次前来的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请求朴泰柱撤销流氓案件,在韩国的检察官制度当中,每一件案子会有专属的检察官负责审判,也就是说流氓案件怎么定义,全部由朴泰柱说了算,就算是上司总统来,他们也没有权利干受,作为检察官高层的东哲也只能恳求他,流氓和东哲有一定关系,希望可以法外看恩,作为条件, 他会让朴泰柱进入检察官的核心层,检察官也分官职的勾提,像朴泰柱这样的底层检察官,只能负责鸡毛算笔的小案子,没有背景,没有人提拔,一辈子也就那样了,检察官系统有核心管理层,他们只负责那些大新闻,明星,高官,财阀等等这些大人物,不仅可以办案,还可以让自己在国民心中名声大噪, 这其中由韩强之带领的队伍最为出彩,近些年来报出的大案子都是他一手负责的,东哲是韩强之的新副手下,还带着朴泰柱来到他们的基地,朴泰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,诺大的办公室堆满了文件,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黑料,上到总统,下到平民,谁的都有,东哲告诉他,这些案子并不是不办,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,不明则已,一鸣惊人, 等到某个大人物倒台之后,关于他的黑料会清晰而出,到那个时候,韩强之他们便会成为英雄,顺便东哲给他看了一段当红女星的不雅视频,以证明他们强大到什么地步,经过这一般的切处,朴泰柱意识到自己不过小喽喽,真正的检察官应该办大事情,像韩强之一样出人头地,于是他改判赔偿少女5000万韩元作为补偿,不对流氓进行更严重的惩罚,即便如此,少女的残疾母亲依旧表示感谢, 特意送来午饭打谢朴泰柱的帮助,看着被害者的感谢信,朴泰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第一次做出违背良心上的事,让他五味杂拳,事情办妥后,东哲正是向他介绍韩强之,在一头大楼中有专门的一层,是给韩强之他们寻欢作乐用的,居高临下美女如云,烟气环绕,沉迷酒色当中,朴泰柱不敢相信这是位高全入人来的地方,凡是出现在这里的人,地位相当高,政界,商界,明星,一应俱全, 而引导他们的人便是被称作正义使者的韩强之,之前的刘苗也出现在这里,还主动向他打招呼,内心还尚存一次正义的朴泰柱,立马变点,转身打算离开,韩强之拿起杯子便砸在他的身旁,走上前去就是一巴掌,大声地嘲讽他那无知老土的自尊心,可怜没人理睬的正义信念,想要抓紧权力就要抛下自尊心, 在韩国历史中,还没有哪个放弃权力能够抗争成功的人,这番话令朴泰柱顿时打悟,想要干大事必须抛弃之前的传统想法,于是他拿起酒杯愉快地和流氓大喝起来,气氛一下子变得火热起来,在灯光的渲染下,所有人都尽情地开心舞动,韩强之正坐在中央,如同君王一般俯瞰这一切。 一完happy过后,朴泰柱和流氓都合得伶仃大嘴,出门时,流氓告诉朴泰柱,明天他还会见到那个少女,要接着做出犯罪的事情。 愤怒之下,朴泰柱想要拳打流氓,可被突然出现的崔斗日抢了嫌,将流氓打倒,狠狠地踢了他下面,屁条泰柱出了口恶气。 崔斗日和朴泰柱是学生时期的好友,只不过在不同的学校,崔斗日也是学校的堂爸子,毕业之后他无所事事加入当地黑帮野狗帮, 随着多年的发展,野狗帮成为一个实力庞大黑道组织,老大性恨手辣,做事狠毒,经常放狗咬人。 为了当庇护,他派崔斗日拿钱给航强职,一来二放,崔斗日成为野狗帮的眼线,留在看强职身边当手下,专门负责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。 他看到自己的好友朴泰柱能够成为检察官,千里非常的开心,于是帮他打了流氓,提成了太监,也因此他被判了一年零六个月。 不过在朴泰柱的干涉之下,他只蹲了八个月便放了出来,崔斗日扬言要扶持朴泰柱登上权力的电风,进入到韩强职的部门。 朴泰柱才知道那些财阀、高官原来也会这么怂,在检察官面前像只小狗一样乖。 朴泰柱的妻子伤心因为得罪领导,被恶意安排到早晨六点的新闻主持,只需要韩强职一个电话,立马成为晚间这档六点新闻主持人。 权力之大是朴泰柱万万不敢想的,其意本上没有能够让韩强职惊患的事情存在。 但只有一件事情会让整个检察官系统陷入紧张气氛。 也就是美斯的总统大选,由于是全民公投,所以检察院根本无法干预。 大选也意味着权力的交替,如果能够站好队伍,未来撑直加线不成问题,如果站错队伍,可能会活得有点困难。 在1997年的韩国第二世纪届总统大选前期,韩强职他们居然通过迷信的办法来预测谁会当总统。 根据猜测,他们投靠到金大中的旗下,并将对手的黑料奉献给金大中,以表明自己的忠心。 秦也国也如他们所料,金大中成功当选。 在他阵期当中,韩强职会得到重用,他们当晚开着派对尽情地敬出光荣的时刻,沉迷在酒精和欲望当中。 新冠上任三把火,总统有例外。 他向韩强职表示,有一些人曾经是钱董董的势力,他认为有些碍眼,暗示韩强职处理掉。 得到高层的认可,他立马采取行动,首先查出一家企业存在问题,顺着其中线索查到贪污案件,让媒体记者夸大事实大篇幅报道,引起郭敏的痛恨之心。 敌方也不会束手就擒,他们也找到各方力量来推翻之前的犯罪行径,也让媒体报纸告知大众。 双方对峙一时间陷入僵局时,此时最重要的操作开始实施,掩盖丑闻就要用更大的丑闻。 之前让朴敏柱看当工女性的不雅视频,全面发布登到了头条。 铺天盖地报纸掩盖了贪污事件,没有人注意到贪污案件的解释新闻发布会,记者全跑去采访女明星,转移了大众的关注焦点。 当大家回过神时,贪污案件已经宣告结束,韩强之在此期间把对手给搞掉。 帮助总统他也得到升职,三个人开心地合影庆祝胜利,他的权利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,能够让警车为他们开导。 在军事进去沙滩上游玩,无拘无束像王者一般存在。 依靠韩强之,崔斗日也在私下建立自己的事实力。 这天朴敏柱接到一个女明星的暗层,适合经纪公司有合同纠纷。 女人打扮时尚妖娆,出现那一刻。 朴敏柱便把持不住,立马和对方陷入婚外恋当中,让崔斗日利用黑道解决了合同问题。 他和崔斗日的解密关系,引起韩强之的关注。 韩强之警告朴敏柱,崔斗日始终不过一条狗而已,不要让狗和你平起平坐。 确实,崔斗日相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条狗,想打就打,想扔就扔。 崔斗日也知道这一点,所以才要发展自己的势力,全力支持好友朴敏柱往上爬。 到时两个人相辅相长,干一番大事业,不过一想到会被韩强之报复。 朴敏柱便恐慌不已,打消了念头。 他搞小三的事情,很快便被媳妇赏西给知道。 赏西带着他的行李找到办公室,也要把他赶出家门提出离婚。 倒霉的事接踵而来,在以往的总统大选当中, 韩强之只需要选好战队,就算站错也只不过升不了职。 韩国政府系统大概分为两大派,一种是保守派,不管谁上台,都不会达到阔府的改革。 很多人上台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已。 最多搞搞对手不会对系统有什么想法。 而这一次并不一样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物,陆武炫。 此人出身贫寒,从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。 他又是律师出身,甚至政府系统的弊端。 在为上任之前便大肆宣扬要改革,最大的目标便是韩国检察院。 他意识到韩国检察院的权力过大,是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。 当初给予检察院的特殊权力是为了保障政府不腐败。 可没成想,抓坛的成为最大的贪污。 想要国家有未来,必须限制检察院的权力。 韩强之他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帝王待遇被取消。 所以这次的目标,只希望当选的不是陆武炫。 即便找了很多黑料来黑他,可依旧没能打住大选的结果。 陆武炫成功地当上韩国总统,所有人都陷入不服的情况。 与此同时,崔斗日为人调查,爆料处和韩强之隐关系, 直接导致韩强之升职加薪失败。 种种事情让他怒火中烧,狠狠地暴打了朴台朱一顿, 然后把他派往了偏僻敌方。 韩强之也没有闲着他重振几乎, 抓到一批人向新总统献击, 用来表明自己对于新总统的忠心。 不过陆武炫虽然是个充满正义的人, 可惜想要扳倒大山被一日之力。 他最终没能抵抗住韩强之和保守派的攻击, 在被期间没能做成想要做的事情。 离任之后,家人和朋友也遭到检察院的调查。 他最终忍受不了被监视,选择了跳牙自杀, 落得一个悲惨的命运。 韩强之他们如同野狗一般, 带到某个人物失去权势后猛扑上去, 将对方杀得一感而轻, 向他们亲主人表示忠心。 卢武炫下台, 新的保守派总统上任, 韩强之依旧可以开心潇洒的循环作诺。 崔斗日也被搞进了监狱, 在此期间, 他的地盘被野狗帮给吞噬。 崔斗日向朴太珠发誓, 出狱之后要把陷害他的所有人拉下水。 他告知朴太珠自己金库的位置, 让他拿着钱交给自己的手下。 然而, 朴太珠拿着所有钱交给了野狗帮老大, 希望借此可以放过崔斗日的命。 之后, 他又跑到检察院找到东哲, 质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总部。 东哲一脸冷漠, 臭骂他, 让他滚远点不要有任何接触。 他已经是和气子没有任何用处。 崔斗日出狱之后, 知道钱没有到手下那里。 晚上开车打算解决掉朴太珠, 他在电话中质问朴太珠为什么那么做。 太珠大哭地告诉他, 造成今天的局面是谁做的还有什么用。 他们两个始终不过棋子, 崔斗日眼含泪水不知道该怎么做。 意外的是, 韩强之居然亲自来找朴太珠, 说是邀请他一起喝一杯。 本以为是接他回总部工作, 非常感激地坐上了车。 可刚开车没有多远, 他们便遭遇了车祸。 猛烈的撞击导致车子打转, 朴太珠、 韩强之、 东哲三个人均受到重伤。 韩强之和东哲被转往高级医院, 只有朴太珠被留在普通医院。 当时他还不明白为什么留下他。 直到几个月之后, 他病好出院, 偶然遇到崔斗日曾经的手下, 他才恍然大悟。 那天晚上, 韩强之并不是要和他酗酒, 而是安排好野狗帮打算杀掉他。 崔斗日得到消息之后, 开车撞了他们, 叫下朴太珠的小命。 但他自己由于破坏了韩强之的计划, 遭到黑白两刀的全面追杀。 终于有一天, 他忍受不了躲藏的日子, 用仅剩的钱买了一套西装。 直身前往了野狗帮, 潇洒地迎接自己悲惨的命运。 跪在地上痛哭不已。 即便崔斗日已经死亡, 韩强之也没有放过朴太珠。 他利用黑料威胁朴太珠, 让他主动辞掉检察官的身份, 家里也得到警察的查抄。 现在的他可真为是一无所有。 他回想起当年流氓猥亵案, 假如当时坚持了正义, 他会是怎样的结果? 可万事没有输入过, 既然已经发生, 大不了重新来过。 韩强之不肯放过他, 那就拼个你死我活。 他重新振作起来, 打造了一套崔斗日常穿的戏服, 暗示他带着好友的仇恨合二为一, 向仇人展开了公式。 首先他找到妻子上戏, 用真诚打动他, 挽回妻子的心。 然后由岳父帮他介绍人来, 在野党的核心人士, 当问及他为什么要参加政治, 他的回答非常简单, 为了报仇。 有了政治后台的保障, 他也有了底气, 后台又专门打造外表人设的专家, 为他量身建造形象, 提供演讲稿。 他的目标是要进军国会议员, 他的行动立马引起媒体的注意, 同时翠斗日的手下前往警局自首, 顺便把野狗帮也拉下了水, 通过野狗帮咬到韩强志的身上。 面对猛烈的攻势, 韩强池邀请朴太珠共进晚餐, 他的手上有朴太珠岳夫的黑料, 警告朴太珠停止报复行为。 然而朴太珠也有关于韩强志家人的黑料, 如果要爆料大不了同归与尽, 用韩强志交给朴太珠的话, 以欺人之道还至欺人之身。 既然如此, 大战已不可避免, 双方在同一时间召开发布会, 狙击大量记者知道爆点新闻, 朴太珠讲述自己悲惨的故事, 韩强志爆料对方的黑料, 按照老套路, 韩强志的新闻会压过朴太珠, 但朴太珠并没有按照原剧情, 他居然擅作主张面对镜头, 声称要参加10天之后的总统大选, 一个平民突然选举总统, 而且还距离选举仅仅10天, 这是前所未有的大新闻, 想要掩盖话题, 就要用更大的话题压制, 这也是韩强志曾经交给朴太珠的, 韩强志那边的记者通通跑向朴太珠那里, 他很愤怒跑进总部找更大的新闻, 可惜事已至此, 再也无力回天, 朴太珠铺天盖子的选举新闻占领街头, 韩强志没有任何办法, 至于朴太珠最终当美当上总统, 一切都是为之充满了刺激, 最终,韩强志因为涉嫌犯罪, 被正义的检察官给逮捕, 在看守所患上忧郁症和惊恐症, 东哲被开除之后流落街头, 由于偷看女孩子群体遭到起诉, 被警察抓捕, 伸进了监狱, 故事也到此告一段落, 本片名为韩国电影《王者》, 以两个小时讲述了韩国几十年的政治变化, 其中暗藏杀机处处悬念, 很多地方都是点到为止, 没有更深思的表现, 很多对话中暗示了韩国的弊端, 探索其中的秘密, 正如电影中朴太朱所说, 上台的目的就是为了报仇, 这也暗示韩国总统不得善争的其中一个原因, 电影终不过是电影, 韩强志遭到了惩罚, 而在现实中, 那个人却逍遥的很, 好了,本期就是这样, 喜欢点订阅关注, 持续更新,不见不散。